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 我这个人性格很好的 但是我媳妇的脾气太暴烈了 这些年来吵架我都是我低头 永远我先认输 我真的希望她自己能收一收自己的脾气 改一改自己的性格 不然我真的没法跟她过了 结婚这么多年 我脾气确实不好 但我也做到做妻子的责任和义务了 卖货 而且回家又做饭带下外孙 你呢你回到家就在看电视 而且你太糊的你家人了 都不把我放在你眼里 我真的希望你能改一改你的脾气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毕先生51岁来自齐齐哈尔退休 李女士51岁来自齐齐哈尔退休 欢迎两位啊 结婚多少年啊 结婚27年了 27年了啊 很压抑吧 压抑压抑 性格温和是吧 对 你也承认性格温和 您脾气爆 我看小片里是吧 他性格还可以 但有时候发起脾气比我还大 啊 举个例子说好不好 他有些事吧 他不去做去 总是什么事都让我去做去 我做不好了 他瞒我 事是人家做的 您压抑什么呀 哎呀 他说来脾气来脾气 唠唠嗑就急眼呢 就跟他拉肝脏 聊着天就会急眼 对对对对 那您聊的什么天啊 急眼 比如就说唠唠嗑 说是别人家事啥的 唠唠 老张家怎么什么地了 他就跟我来急眼了 不是老张家 你管一家的事干啥 你管事那么多干啥 哦 为啥 这有啥好急的呀 他爱管闲事 谁家的事他都管 我就说 我说自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不要去管一别家的事 他就不愿意 这是叫脾气不和 是吧 嗯 还有听小片里 您也说了 说他对这家人 他们家人特别好 对 什么意思啊 他弟弟妹妹家的事 和他妈的事 他特别伤心 他就是不管我和女儿的事 他都要去管他家里的事 这是为啥呀 嗯 我弟弟妹妹条件 都没有我们好 所以我真当老大的 我应该多付出点 这个管事是指说给钱 还是帮忙啊 帮忙 帮忙比较多 钱都他管的 我没有权限 没有权限是什么意思呀 就兜里空空的 这这不可能的 您平常怎么过呀 就是偶尔我要出去出差 或者是进货什么的 他给我钱 如果不干公务呢 这兜里基本上就是空的 这么厉害啊 不是我这么厉害 我也给他钱 但是他兜里揣不住钱 他有时候一套兜的时候 他就说把钱用于弄丢了 我给他 我说你出门在外 你长得你得留点钱花呀 他不干 他说我要弄丢了 的话白瞎了 这不是人家不给你啊 是您自己怕丢 您没把话说清楚呀 给他有时候报账啥 太费劲了 还不如不拿 嫌报账费劲呢 对对对 这个刚才妻子说到了 说对我和女儿不好 对 您和闺女碰到了什么事 她没管 她去管自己家的事 管弟弟妹妹的事 有一次我姑娘出去洗澡去 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下雨了 而且雨下得挺大 我姑娘打电话 让她去开车接我姑娘去 她都不去接去 这如果要放在她弟弟妹妹 她家人身上的话 她跟我笑 她说她妹妹以前 骑自用车打车气的时候 都得要她去给打车气去 我姑娘车都缺气了 她都不去给打气 你自己 她都说我姑娘 你自己有什么交 你自己去打去吧 还有这么比的 她给她妹妹打气那会儿 还没跟您结婚的吧 没有 对呀 就是后期她跟我笑的 婚后 有没有真的碰到这样的事 还是您就拿那些事 就这么瞎比 结婚以后 我们刚来骑士 刚个体验 她弟弟后期也来了 她总是在帮她弟弟 去收货去 她也去帮她弟弟 卖货去 我在家自己卖货 她都不管我累与不累 哦 你做的什么买卖呀 做的是农机旧件 哦 就收旧的农机件 对对对 然后卖是吧 对对对 您弟弟跟你们做同一个买卖 同一个买卖 听这意思是 胳膊肘向外管的 对 就她帮弟弟不帮您 是这意思吗 对 我累与不累 卖的货怎么样 她都不去管 她就管得顾 她她的弟弟 这是为啥呀 因为我弟弟家条件 没有我好 所以说我当大哥的 就应该多付出一点 为弟弟多做点 她经常跟我吵用这事 因为她太自私了 她总是护得她家人呢 我要累了的话 她也不管我呀 您累了 她不管您 对 家务活您干嘛 干的时候少一些 在家甩手掌柜的 差不多少吧 对她不来脾气的时候 来脾气的时候 连饭都不够做 做的是自己吃的 吃素菜 那您吃什么呀 我爱吃肉 您喜欢食素 对 我不吃肉 您喜欢食肉 对 这还吃不到一个锅里 对对对 那您怎么吃呢 有时候我要是 特别累的话 我就对付一口了 就跟她对付了 如果说要不累的话 我自己就做点吃 你们俩各做各的晚饭 没有那么严重 我愿意吃素食 我做素食 她就不高兴 让我多给她做点肉食 但是不能说天天吃肉啊 行 她大男子主义太重了 她觉得我是一家之主 我要一手做天 她就是看电视 不帮我干家务 我现在有请外孙了 她也不帮我带外孙 我做饭的时候 我喊她 我叫她 让我帮带带外孙 得喊几声 她才能动她 我一天干活 早晨六点多钟起来 干到晚上六点多 送货 求货 她就以为我不干活 所以就给我拿炒 但是我也累呀 我白天卖一天货 我晚上还要收拾家务 照顾一下外孙 我做饭的时候 如果你帮我一下也可以呀 那我累一天了 连点饭都不够做 我做进做青菜 那能说了吗 我干活不得需要能量吗 那您要求要吃肉了 对 她还不够做 二十多年都没掰过来呀 没有 因为我基本上就输 次次打仗我就输了 她跑货的时候 我也觉得她辛苦啊 我也时不时地给她做肉吃 做肉了她就高兴了 不做肉她就不高兴 而且她拿回来的货 我去卖去 我都想为了家庭生活嘛 我想多卖点 她不对 有人来买货了 她便宜的时候就卖给人家了 那你家时间长了 她不也不值钱吗 再说你兜里没钱 你就不愿意 我有什么不愿意的 你要钱的时候 我不也照样给你拿出去的吗 也是不愿意 气囊囊的 我得说明情况 去干什么去 你才能给我拿钱 去年我婆婆生病住院 住了半个月宴 钱都是我拿的 她弟弟妹妹 谁都没有拿钱 我妹妹没拿钱 我妹妹不也 伺候我妈 伺候好几个月吗 是啊 我没有说你妹妹 可你弟弟又没有拿钱呢 孝季父母不应该吗 当然应该了 拿出这个钱了 我没有说什么呀 可是你呢 你总是说我 对公屋婆婆家不好 没说啥 抱怨好几天 这次到底 为什么要来到这儿啊 说过不下去了 二十多年都这么 打打闹闹地过来了 我心想出出气呗 我这没定说 没定闹铁 这二十多年了 没听到您受了什么气 大男人的 您受了什么气了 没有共同语言好像 就只要我俩唠唠唠 他就鸡眼 就说啥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鸡眼了 生气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 有时是家里给说的媳妇 还是你们自由恋爱 不是自由恋爱 别人介绍的 生了几个娃呀 一个 闺女 闺女 出嫁了 结婚了 有孩子 现在还跟你们生活 我现在外甥都散岁了 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吗 对 闺女怎么看 你们俩之间的这点争吵 姑娘也说 她父亲事儿太多 正在买卖 不干了是吧 对 对 不干了 您希望的 这个退休以后的日子 是什么样的日子 就是跟老爸 能出去溜达溜达 被捅鸡眼 脾气 不要太暴躁一些 能有共同语言 这还挺难的 那您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呀 您有什么打算呀 我女儿 选过了年 就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 我不太喜欢玩 不太喜欢旅游什么的 我就想在家清静地待一下 休息休息 清静地待一下 嗯 这清静就是自己一个人 是这意思吗 一个人 两人都可以 但是他总是 一天没事找事的 再说他什么也不干 任何一家的夫妻 都是干活 都要两人夫妻一起干活嘛 都互相帮承一下的 他可能好 什么也不干 光靠我自己干活 评价一下 嫁了27年的男人 怎么样这人 我感觉就是他懒惰 一天就知道 听收音机看电视 享乐主义者 对 工作呢 工作还可以 他的工作我认可 他是一个好员工 但他不是一好老公 是这意思吗 对 评价一下夫人吧 夫人也挺勤奋的 就是脾气太暴躁了 就是无法跟他沟通 这些年来 我感觉到挺上火的 27年是吵过来的 基本上嘛 我基本上我说啊 不敢跟他吵 怕啥呢不敢吵 我这条件缺点 缺点什么 我就不敢跟你吵 不是您条件缺什么呀 都浓缩了吗 哦 是身高啊 没问题 纪录27年也过了嘛 是不是那会儿 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对 经济不好 对对对 所以觉得讨了 这么个媳妇不容易 对对对 所以您娘家的 这个生活水平 是比夫家的生活水平 好的是这意思吧 嗯 对 哦 你们争吵过 说我们要离婚吗 基本上 我没敢说过 反正他说过多少回 您说过很多回 我说过 尤其是这个十一之前 他跟他妹妹微信 我家新买个房子嘛 挺大的 以前都住小房子 他这次想要把他父母 接到我家住一段 他就跟他妹妹说 说得想把父母 接到我们家 他妹妹就说了 说是爸妈不去 是怕去了之后 我嫂子不愿意 因为他这个话 没跟我说 过后我载他微信里看到的 他们家的 他妹妹建个群 有他姨姨 还有他一个他妹妹 我就觉得 我去看婆婆的时候 时针我都在说 我说爸妈 你也上我家去住一段去吧 因为我家买个大房子 空气也可好了 他妹妹他都说 怕我不愿意让去嘛 我就说了 我说我也让他们去了 又不是我不让他们去 你没有这么在群里一说 不说我那更不好了吗 为啥呢 就是你那脾气那么大 说几眼就几眼 父母敢跟着呆吗 有什么不敢的呢 他们来住几天 我又不是说是 给他脸的看 那你说几眼就几眼 那还不如一个自己家呆的 以前跟父母在一起住过吗 没有 那你这就不客观了 心里委屈是吧 咋不委屈呢 他总觉得我对他家人不好 总想让我像他那样 对他们家人 我就觉得他对我家人 也是不好啊 您是不是觉得自己下嫁了 有点 那为什么当时要嫁呢 我对象也没有错 也没少看 我感觉到好像是 就是缘分的事吧 哦 以前也谈过恋爱 对 也相过亲 是这意思吧 对 但是后来巴拉巴拉 就巴拉到他了 对对 虽然不满意 但是觉得没办法 是吧 对 这是缘分使然 并不是你喜欢的 当初我没有相中他 接着人就劝我 说说他挺好的 后期接触了几次 感觉他还行 然后我们处了 不到一年就结婚了 哦 婚后对您还好吗 婚后刚结婚的头几年 对我还行 我们那天困难呢 条件不好 后期我们就干这个个体嘛 那天真的挺难的 我感觉他付出的 还算可以 等于夫妻俩是一路过着苦日子 这么过来的 对对对 现在这生活好了啊 嗯 娘家人怎么看你这段婚姻啊 觉得这个孤业怎么样啊 他在我们家装得可好了 所以说我们家都认为 他算可以的 但是也知道他这性格 他靠会过 舍不得花钱 这一点我们家人 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我们家人不说 不去说破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他在你们家 是得到了一致好评和认可的 对对 你在他们家 并没有得到好评和认可 对 因为我感觉他在他们家 从来没有说过我好 所以说他们家 对我的印象是特别不好 所以您在心理上 是有很多的不平衡的 对 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 委屈求全了27年 现在可能是想 有一个更好的方式 让自己在情感生活上 两个人会更丰富一些 我觉得你先生 是这么个想法 对我是不想的 您有没有这愿望 但是我听您那愿望 就是您让我清静景景吧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对吧 对 所以两个人 在这个上面的诉求 好像不太一样 对 我这理解的就 反正半不拉拉的 更多的老师们你们看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大哥 这27年 是不是在家里 大气都没怎么敢喘过 对 一张嘴就挨对 对 不能说话 我说呀 今天太阳升起来了 那可不吗 早上太阳能不升啊 用你说啊 你基本都是这种对话 对吧 太形象了 是不是 太形象了 你们是太典型的 就是有一类的家庭当中的 长子和长嫂 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位置和形象 我先来跟大姐说一下啊 他们对您印象不太好 不好 对吧 对 我想问一下您家有兄弟姐妹吗 有 有哥哥有姐姐还有妹妹 他们都挺帮您的对吧 对 那他作为大哥 帮帮他的弟弟妹妹 就不对了 不是不对 因为我们家就是 我哥哥和我妹妹他们都帮我 我也有付出 他们家就是他帮他弟弟妹妹 他弟弟妹妹从来不对他付出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付出呢 人家作为哥哥 人家心里有数 而且长胸如腹 老大就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对 如果过得好一点 就更有提携弟弟妹妹的这种心情 当然弟弟妹妹也要懂得感恩 对 但是我觉得您的性格比较毒 这是您最大的问题 怎么讲叫毒啊 两口子吃饭吃在一个锅里 你说这么大岁数一人了 就想吃口肉 你就给他做一口 你多可怜这样的舞台 我想吃口肉 为什么就只能做自己吃的那个素菜呢 我不是不给他做 我有时候做素菜 我愿意吃素菜 所以我做素菜多一点 但他愿意吃肉 我也给他做 对啊 那为什么不能在你吃素菜的时候 每顿都给他做点肉呢 因为我在家带孩子 没有时间出去买菜 买肉的时候得上很远的地方 也不要找那些逻辑和借口了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爱对方的话 他爱吃这个不吃这个 我一定会给他做的 你有时间做你自己的那个菜 为什么没有时间做他要吃的那个菜 这就是毒 不用解释了 就是更在乎自己 第二 对于他的兄弟姐妹们 我也没有听出来他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 我听到的是偶尔为之 对吧 偶尔 大姐 做老大的媳妇就是不容易 可能多少付出的就是要多一点 你稍微多付出一点 他们也会感恩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先生讲的 就是他活了这么多年 一直是仰视您的状态 你一直觉得自己下嫁了 但是嫁都嫁了 而且对面这个男人勤劳踏实 对 就挺好了 咱就看在好的份上 也对人家好一点 好不好 做顿肉吃 亲自 去把公婆接到家里来住几天 让小姑子小叔子都来闹腾几天 这事就过去了 你们关系会更和谐 好吗 多干点活家里 就完事了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作严老师 其实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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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逐渐分得越来越开了 尤其是那些有兄弟姐妹的家庭 伴侣代表不了一切 始终无法代替父母对自己的爱 兄弟姐妹对自己的爱 那是难以割舍的 放不下 第二个容易忘却的事情就是 结婚时间越是结婚时间越长 你忘记了一切最基本的事情 就是丈夫是男人 妻子是女人 我这样说好像有点滑稽可笑 但事实上就是如此 逐渐渐的爱情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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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之后 你甚至都忘记了你伴侣的性别 你忘记了她是个男人 你忘记了男人要面 其实我也很尊重她的 你哪里尊重她呢 你连口肉都不给她吃 我也给她买 以前的时候我天天给她做肉吃 咱这事就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在一个电视上 你的丈夫要控诉你说不给我肉吃 一定有这个问题存在 要不然她不会说把它说出来 对吧 男人是要面子的 而你也忘记了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他可能这一辈子 他没有太大的事业心 做不出太大的成绩 但是在家里的地位 他还是要的 虽然这些地位 只是表现在一些形式上 你应该满足它 而你也忘记了 你的老伴是个女人 那女人有的时候 她更多的眼光 所关注到的只有自己的家庭 有些男人认为 这是女人的目光短浅 但其实不是 其实是女人对家庭更专注 关注家庭的细节部分多一些 所以他渴望自己和女儿 得到你的关爱 我们不要因为结婚太久了 没有太多的爱情了 更多的是亲情了 就连对方的性别都忘了 男人还是男人 女人还是女人 所以 把以前过去的回忆 拾起来 好好想想 事情是不是这样 很多事情 是不是逐渐地 被遗忘了 他的属性 想一想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其实某些事情 真的是这么个道理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陀老师 哪个对哪个错呀 情有立刻讲吗 没有 你们这种生活 就百姓的日子 每家都有 到了这个岁数 你得珍惜眼前人 还是那句话 该吵还得吵 摩世二十七年形成了 说今天回家不吵架了 别想了 稍微温柔一点 买点肉吃 挺可怜的 闹口肉吧 有的时候要给他一些满足 温柔点 说两句软话 关切一点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以后你的脾气要小一些 咱们数字越来越大了 生气对身体不好 我这人的性格 一辈子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你想让我一下就改过来 能那么容易吗 而且我还想 我希望你能多关心关心 我和女儿呢 我静恒亮做到 看你表现吧 你给我肉吃 我就好好表现 只要你的脾气改看就好 我就能改变 改变更多 你要是能改变你的脾气 我也能改变我的性格 行亮灯吧 回去吧 谢谢两位 好了 在这儿就说一句话 闺女也好 小姑子也好 那边的七大姑 八大姨也好 这只是他们的一个情绪上的话 他们两口子人好人坏 其实你们心里都有一感撤 回家还得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请开门 请开门 来来来来 你主动点 老婆以后我改 以后我改 我给你学一下你老伴这样 有句老话叫刀子嘴豆腐心 他害怕 所以把那个转化一下 变成好话 即使不变成好话 变成家里的一盘红烧肉也行 谢谢大家